搜狐视频的网友大家好我是光虎 我是我真的没有 我就老觉得这事吧 弄得我现在都有点困惑了 说实话就是以前你知道 我是因为没有机会 所以把电视当电影做 就特别用心 当然有很多收视率高的 但是基本上都非常的讲究 也超期也超支 那么这次是第一次 严格按照商业操作来的 没有超期没有超支 在我看来有很多东西 可以说是真的离我那近上近北差挺远的 所以其实心里有点堵的话 但是得到这么一结果 我也特吃惊 我更愿意把那个所谓的高 就是这个价值归隆于 那三个好演员身上这样的 那个大背景是相对比较动荡 就民族经历的动荡的时候 更多的乐趣点 作为电视这个媒介 我还是想沉浸在那个生活感里 就北平市的胡同里的小人物的真实的生活感里 这个是一个兴趣点 还有一个就是 既然是一个战争背景 有没有可能通过几个好的演员的表现力 就是让他往喜感上走 特别想试一下 就是我认为可能在战争背景下 不不简单是一个残库吧 他有那种生活感 是小市民喜感 有可能会力量更强 这个是当时想的比较清楚的 主要其实我觉得是喜感 这个喜感不是喜剧 就生活中相对真实的那种挺幽默 挺好玩的那种段落 还有人物喜感 这样的话 我放在一个战争背景下 我相信在真正的 像长达八年的这个战争当中 更多的人不是玩了命去抗日 而是他们在这种背景下 怎么去生活 这个劲儿我觉得尽量跟抗日的那些 以往的题材 稍微有一点点不同的探讨 这么想的 我就不会去玩了命 跟人有什么区别去了 我只是按照自己的这个 算喜好吗 就喜好吧 就做这件事 就刚才我跟你说那些 我认为尽量的 70%的给他达到了 就是这吸引的兴趣所在 这样 就做一块讨论 就是第一个命题 就是谁也不信 就是这仨怎么可能是一个麻生的 这有一个电视这个媒介特殊性 比如说三个脸不太熟的演员 这个事就不敢开玩笑 是个真事了 他们仨明摆着仨大明星 这个假定性已经非常强了 那么就是你不用特别矫情 就是说非得让他们怎么去相像 这事都不能成立吗 所以我们给自己开脱的理由就是 那怎么 那好多兄弟都不想一向爹一向妈 甚至他有俩俩后爹什么的 这种的 就是给自己一个相对自己信就行了 所以我们没在这上特矫情 然后根据年龄感给他排的 排完以后 突然发现年龄感不对 其实黄渤比刘雅大 你知道吗 对 但是你从人物性格上 黄渤更鸡铃狗碎的 就那种上蹿下跳的 像小一点 想想去还是就让黄渤做最小的 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还是剧作上 就根据剧作自己需要而来 就是他需要了 你就得要了 那么时间上 我尽量说服大家 尽量给刘充裕一点 那么需要的时候就来 不能说因为 就是这个这个戏以外的好多因素 去影响这个戏份的时候 我觉得这事 我没那么做 反正 当时韩宇是 他要完成一个相对比较正 你不能从头到尾 是一个喜感十足的东西 总要有一个正的东西 垫底 就相对凝重 这种常规 正常的 那肯定是大科 韩宇最合适 他就完成 这个垫底 这个东西一成立 就会形成你说 这个所谓的弱 这是怎么来的 他不讨喜 你说是不是这道理 就是他那个喜感并不足 但是我必须需要喜感不足 一个人物 垫这个厚重的底 喜感足特别讨你喜 你喜欢看 你自然你会觉得那个要重的多 要在你心里的位置至少 其实事实上不是那样的 还是比较均 当然韩宇哥 他从他人 从他那个性格和表演状态出发 是最合适 这个大哥的 如果现在这样 稍微有一点牺牲 我觉得对整体而言 绝不是坏事 有点像那个小的破案剧似的 就那个劲儿 我们希望能够这个背景里拿出来 那么鲁一他从事的 他实际上就是一反方 是吧 这个反方就是 他不能 他脑子还是得好使 他还是得专业一点 这样的话就是 让我们这些创作者 所谓的这个 他会乐趣横生 所以我没有考虑太多 只是希望这个对峙起来而已 这样的 就是全世界上 没有套拍这回事 如果要做的话 就相当艰难 等于说 你必须得提前做一个电影剧本 每场戏要按摩电视剧的 哪场戏里 那么画幅道得相同 演员得相同 然后那拍摄方法不能相同 所以基本做不到的事 我们是电视剧做完了以后 就是这三个好演员不想放走 我就觉得很难得凑在一起 他们也有这个意愿 然后我们几个都比较喜欢电影 然后正好有这么一次机会 就是我们几个都有前面有约定 希望能合作一次电影 借着这次机会就迅速成立了 这样的试一下 实际上是个试验品 心情上 其实我一直这个创作状态 心境上而言都是乐趣和好玩 这么一心态 我必须得觉得好玩了 必须得喜欢了 那你说态度上 就是真正的制作方式上 确实比以前轻松好多 因为他没那么辛苦 没有每天早上六点爬起来 扛着沉重的设备 在泥泥里奔驰 每天都是烦啊 吵架 这次是唯一一次相对跟做游戏一样 很快乐的就过来了 那苦哈哈拍出来的东西 其实也能看出来了 所以我尽量让这几位 还有别的演员 还有制作人员 这次能够稍微游戏心态一点 放松一点去拍这样的 其实你仔细看造型 都不是那种特严格符合事实的 我们希望他有一点现代感飞起来 这都是态度 如果我现在还那么愤青呢 成为老愤青了 就是他有表演嫌疑 你知道吗 就是正常成长 正常成熟成福 正常把一些刀子变成锤子 就是变化肯定有 但是我不觉得这是一坏事 主要是 比如说锐利 锐利没有以前锐利 我觉得特好 我为什么还要锐利 可能我那个闷起来的劲 比那锐利还大呢 所以我一直往这个方向去想这事 就是走上这个正常的 非常严格的商业操作的这么一个舞台 就是原来是基本上还是有点手工做法 就随自己的这个心性啊 现在我觉得有必要尝试一下 这样 我就想把原来周边的那些纷纷杂杂的因素 推得越远也好 就分散那个经历的东西 太多跟这一谈跟那一谈 简简单单就一个平台 我低头来只做自己这件事 别的事不用操这心情你知道吗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这么想 那么我有这平台 我不抓着它我疯了 这样的 你总要改观嘛 你改观就有代价 有调料框框就来 我来尝试怎么把这调料框框给它破了 你知道吗 而且我觉得也未必这事能持续那么永久 到一定程度 又可能改观了 都是希望做每件事 尤其这个年龄上 还是希望有个长久 一个炼状的这个东西 不是说比如说华裔这种相对比较有资历的 比较正规的公司 它就一定要向你怎么商业 咱们刚才不是谈恋状吗 恋状就意味着 比如说我是一个我自己喜欢的 有可能没赚钱 这没关系 我们在后面再做一什么 再做它是这种 我觉得对我比较合适 就是我觉得这种 就比较虚幻的繁华 在我看来可能最多持续三五年到头了 这市场呢会趋于沉静 观众呢 我觉得也会趋于挑剔 就是它真正成熟的观众群 不是现在这样的 但是现在这样 也比前两年好点了 你现在再弄一百个明星 演艺建国大业 它卖不到四个亿了 是这概念 那么将来 美国电影现在也卖不到去年 那么吓唬人的程度上了 所以都在过程当中 会慢慢成熟起来 我觉得现在下结论 说不要大片了 就中小片了 就靠这几个月的这么一个小例子 就来说这结论 这就有点可笑 这电影 它还是一个永恒和稳定的东西 这个东西是变不了 电影本体化的东西 工业更是 这么多年经验 它也跑不了 那一两个这个现象 说明不了什么 就还是走这几年看看吧 无论现在是什么样的现象啊 有什么反常 就是电影本体是最最重要的 就尤其对我们做专业的人而言 这个电影好和不好 其实是明眼人一眼就知道的 那也许是目前不好卖了钱 或者好没卖了钱 我觉得不能 创作者不能受影响太多 还是得关注那本体的东西 尤其现在这个纷乱的时代 话题呢 让别人去讨论 我们听着 但是不变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不能变 所以我能 我相对 就是听和看 我自己很难分析 因为我知道我也分析不了 就是更多的注意力 还是在于就这个电影本身 这样的 我觉得行业是职业的 是长久的 不是一部戏的 它是得一直这么做下去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而言 是更大的一个考验 而不是说 你说的这几项的东西 能对一个人产生多大影响 所以我看上去好像 更该反着低下头来 好好做自己事 这样的 我觉得你只要是有一个 就是相对比较旺盛的 一个创作欲望 一个能力的话 你在自己这条轨道上 会走的比较长久 很多例子 我们在国外是这样 那么今天 新人都会涌出 一直会涌出 他不意味着 他一出来 别人都得死 这个 这奶朝奶奶也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 还是不受影响 就是受影响是因为 自己有点怀疑了 我就不怀疑是第一位 咱们刚才 其实谈过这个问题 他无论他80后90后 多小多大 在我看来没大区别 人总有一样的东西在 这就是电影 就是他 咱们谈的是观众群的成熟 这个成熟不见得年龄小 就不成熟 这对电影的认识 他的一种受教育背景 他的喜好 我觉得现在的经验 他不做数 就是所谓189岁 21岁的进来以后 就要换播了 这观众群你要分别对待了 你要想那个事 这个一定是错的 只要是人 40年代人 跟今天人没大区别 骨子里 根上的事 我相信一定能找着这种 所以要不然电影就消亡了 就不用那些 就是上岁数的导演去拍了 是吧 就年轻人拍就足够了 但是呢 只能说我们 这个力量过来以后 我们得想 至少对我 我得就像你说的 得琢磨琢磨 人8090怎么回事 想什么 他们那世界 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对未来创作 是有帮助的 这样 感谢观看